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父母大学,我是傅丽萍 这节课是我们学习竞争力模块的最后一课 拿出我们的蓝色思考帽 一起来学习如何帮助孩子建立深度阅读力 那阅读的重要性咱们就不用多说了 从学业成绩讲,阅读能力强的孩子呢 语文成绩好,数学也会占优势 因为准确地理解数学题的提议是正确解答的基础 那从学习能力讲,阅读力就是学习力 这是国际教育学界和阅读学界公认的结论 我们说啊,孩子们是在九岁之前学习阅读 那在九岁之后,甚至终生都是通过阅读来学习的 从精神层面来讲啊,朱永新老师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精神发育史 因此啊,很多好的学校都会特别地重视孩子的阅读 那许多家长也会非常积极地去关注孩子阅读习惯的培养 以及阅读能力的提升 阅读呢,分为浅阅读和深阅读 那么浅阅读呢,其实是满足比如说感官上的 故事情节上的阅读 而深阅读指向的就是学习的能力 包括信息提取的能力呀 理解阅读的能力呀 整合概括的能力 伸展连接的能力 以及评价和鉴赏的能力 那怎么样帮助孩子来培养这样的深度阅读能力呢 首先呢,是我们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阅读环境 让孩子喜欢阅读,这是前提 其次呢,是我们要给孩子选择好的阅读内容 让孩子从经典好书当中去吸取成长的智慧 那最后呢,是要给孩子一些阅读方法 帮助培养孩子的深度阅读能力 这节课呢,我会和大家一起来学习 培养孩子深度阅读能力的三部阅读法 和4F理解分析法 来提升孩子的理解力和分析力 那三部阅读法呢 第一步是读前 要带着问题去阅读 第二步呢,是读中 给孩子阅读思维的引导 注意比如说情节是怎么发展的呀 主题可以怎么理解啊 人物如何去评价呀 第三步呢,是读后 读后我们要陪孩子一起做整合的 概括情绪的感受 以及评价和鉴赏 那4F理解分析法啊 第一个F呢,是 这本书告诉了我的什么事情 第二个F呢,是 我对书中这件事情 或者这个人物的感觉是什么 第三个F是 我对书中事情的分析和看法是什么 第四个F呀,就是 如果以后我遇到书中同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会怎么做 我女儿小学的时候呢 是在一个阅读实验班 他们班级的孩子呀 都非常的喜欢阅读 从孩子们上小学一年级开始 一直到他们小学毕业 我们每年都会请儿童阅读的专家们 给孩子列出一个必读书目 每年都坚持这样做 然后家长们呢 就一起购买了这些书 放到班级里面 这样孩子的阅读积累就非常的多 那他们的这个阅读思维啊 和表达能力也就发展得很好 在整个小学阶段的各种学业考察当中啊 他们班级的孩子们啊 各个学科都排在全年级的前列 然后在小生初的时候 他们班级的孩子也都进入到了非常好的中学 那阅读力是学习力 在这些孩子的身上 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印证 那么早期阅读如果缺乏 对学习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曾经有一个小学员 他是湖北襄阳的一位小学生 他刚上一年级的时候入学测试啊 语文是六份 数学是四十多份 那原因是什么呢 肯定不会是因为孩子实在太笨啊 而是因为啊 他在学龄前基本上没有做过什么阅读 所以他的这个十字量啊 阅读理解能力啊都偏弱 所以在考试的时候呢 他其实有很多题 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理解啊 根本没有看懂题目 所以后来他妈妈呢 就给他做了一个专项的这个阅读能力的提升的学习 大概在四个多月之后 他的语文和数学的测试 就都到了大概八十几分 其实大家如果是关注教育政策的话啊 大家可以看到在最近几年 关于语文的教学改革啊 和新课标要求 都是一个热门的话题 那有这样一个话叫 义务教育的九年当中啊 学生的这个课外阅读的总量 必须要达到四百万字以上 那与深度阅读能力最直接挂钩的是语文成绩啦 但其实大家要知道 具备了深度的阅读能力 不仅仅对语文这个学科的学习很重要 它还是孩子学好一切学科的基础 同时呢 阅读还会让孩子的这个独立的思辨力呀 逻辑思维呀 理解能力呀 和表达能力呀 都有很大的提升 我女儿十岁的时候啊 曾经去参加过一个英语的一个比赛 当时呢 她刚刚参加完这个世界的DI创新思维大赛回国 所以她根本没有任何的时间来准备这个英语大赛 但是最后啊 非常有趣的事情是 她获得了当时这个小学高年级组 北京赛区的这个金奖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 她通过大量的中文阅读 积累起来的这个深度理解力和表达能力 因为这个比赛呢 总共有四个环节 第一轮是命题演讲 那这个其实是可以事先做好准备的 但是第二轮就是现场的创意表达 也就是现场孩子抽一个题目 那只给你两分钟的时间去准备 准备完成之后就要上台去做一个完整的论述或者演讲 那第三轮是才艺啊 这个也可以提前认真的准备好 第四轮呢 是抽取一个话题和现场的任意一个选手来进行一对一的辩论 那这个准备的时间啊 也只有四分钟 那这些临场考核的就是一个孩子的深度阅读力 包括我们讲的理解能力啊 思辨能力啊和表达能力啊 那么孩子的深度阅读能力要怎么样去培养呢 首先啊我们要知道 阅读这件事情再怎么样好再怎么样重要 也要建立在孩子愿意阅读的基础之上 因此啊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 是帮助孩子养成深度阅读力最关键的一步 那怎么样来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呢 很多爸爸妈妈可能会抱怨 说自己的孩子一点都不喜欢看书 举个例子啊 你读出生来 你不读出生 我怎么知道你在读啊 松下乐童子 言诗采药区 就在十分钟 在这里其实妈妈需要注意避免两个问题 第一呢是暗示孩子 你是一个跟妈妈一样不爱阅读的人 这是一种心理暗示 第二呢是监督孩子 让孩子觉得阅读是一个任务啊 是被妈妈要求才去做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孩子是很难有阅读兴趣的 那如果要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第一呢是家里一定要有藏书 我们要让书成为孩子生活的一个部分 一旦孩子进入到阅读时期 我们就需要给孩子一个独立的书架 或者阅读缴 放上一些孩子可以随手取阅的书籍 同时呢 还要在孩子平常可以触碰到的地方 放一些可以吸引孩子注意力的书 而不是让孩子随时随地可以拿到电子产品 第二呢是父母最好能以身作则 因为孩子啊是通过模仿在学习的 如果父母本身也是爱阅读的 那么孩子的阅读肯定不会是大的问题 宝贝 咱们今天的阅读开始了 好 妈妈这本书你看过吗 哦妈妈看过了 我还没看呢 是吗 那你可以认真看一下 然后跟妈妈分享一下你的观点 好 这样父母跟孩子之间就形成了一个阅读的良性互动 第三呢是保护孩子的阅读兴趣 而不是破坏它 因为没有乐趣的阅读 其实对孩子来讲简直是一种摧残 我们培养孩子阅读的兴趣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让孩子感觉到 阅读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我们有一个学员妈妈 跟我们分享了一件事情 说是有一年暑假的时候 带着孩子出去玩 走到半路 孩子的爸爸就开始布置任务 说我们花时间出来玩啊 一定要有效率 要学到东西 要有收获 你可以先看完这本游记 我们再去玩 这样你的心里呢 就会对这里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啊 我们玩过之后 可以再来写一篇游记 谈一下你自己的感悟 当时不到八岁的小男孩 瞬间就崩溃了 他说我不要看书 我不要写游记 我也不要去玩 你们自己去玩吧 你看如果阅读和写游记 不是出于孩子的自愿 而是被迫的 那么孩子是没有办法 从中感受到乐趣的 做没有乐趣的事情 是特别消耗能量的 因此孩子会排斥这件事情 就变得理所当然了 如果父母能够创造一个阅读的好环境 同时不去破坏孩子的阅读兴趣 那么每个孩子其实都是喜欢阅读的 为什么呢 因为孩子对未知的世界实在是太好奇了 他们可以通过阅读去了解这个未知的世界 当然了 仅仅是喜欢阅读还不够 我们还要培养孩子的深度阅读力 这也是我们这节课最重要的学习内容 那么现在呢 大家可以拿出我们的蓝色思考帽 一起来学习一下 首先呢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培养深度阅读力的三步阅读法 第一步呢 是读前 我们要带着问题去阅读 比如在第十四课当中 我们讲过的KWL提问表 就可以在读前和孩子一起填写 第二步呢 是在读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让孩子去注意到 情节是怎么发展的 主题是怎么样去理解 这些人物 这些事件 是怎么样去进行评价 这个时候是要引发孩子的阅读思维 那第三步呢 是读后 读后我们可以跟孩子啊 一起去做一些互动式的交流 来整合和概括一下 这本书讲了什么内容 让孩子去体会和感受 整个作品当中的情绪是什么 那么在这个阅读的过程当中 我们每一个环节啊 我们讲读前 读中和读后 都可以做一些有效的提问 让孩子把自己的整个思考 贯穿在阅读过程当中 这样就能够去提升 他的深度阅读能力 我们在第十三课的时候 简单的跟大家提到过 学习金字塔的原理啊 单独的阅读 在24小时之后 可能能够留在脑海里的内容 就不会超过5%了 但是如果孩子通过提问思考 跟小伙伴去交流 讨论 或者可以录成视频的方式 分享给其他人 那么知识在他的头脑里面 留下来的比率 就能超过50% 特别是当孩子们将看过的书 和自己的实际生活联系在一起 那么这个时候 留存在他们脑海里的 知识的比率 就会超过75% 我再给大家举个小例子啊 有一本书叫做 长袜子皮皮 我想很多家长其实应该会熟悉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童书作品 那么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跟孩子提问 第一步是预测 那拿到这本书之后 我们用提问的方式 让孩子去预测 这本书中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为什么这个主人公 要叫长袜子皮皮呢 那第二呢 是跟孩子一起做信息提取 你看到了什么 第三呢 是理解 那在故事的发展过程当中 比如说 皮皮是自己一个人住的 我们可以问问孩子 为什么皮皮会是自己住呢 那第四是应用 比如说皮皮的力气非常大 因为他可以非常轻易的就举起一匹马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问孩子 如果是你 你做得到吗 那如果你的力气不足够大 你会怎么做呢 第五是整合 那读完了这个故事之后 孩子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你学到了什么 你觉得什么地方最有意思 第六呢 是评价 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探讨 你喜欢皮皮吗 你认为皮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它的特点是什么 你看 我把这些方法给大家列出来 你可以跟孩子一起对照着 这样的一些方法 去做提问的一个练习 在阅读的过程当中 那么第二个方法呢 是4F 理解分析法 不是F4 是4F 那第一个F呢 是这本书告诉我的事情 这是让孩子去了解 他所读的这本书的文本 故事内容 那第二个F呢 是我对书中这件事 或者这个人物的感觉 这是帮助孩子去理解 和体验人物的情绪 那第三个F呢 是我对书中事情的分析啊 看法呀 这是锻炼孩子的分析能力 那第四个F是 如果以后我遇到书中 同样的问题 我会怎么做 这是让孩子学会去延展 去应用 那么在使用这些方法的时候啊 特别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 家长跟孩子的阅读互动 一定要是平等的 我们需要扮演一个 倾听者的角色 当孩子完成一本书的阅读之后啊 对于感兴趣的点 孩子常常是很有表达的欲望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倾听者啊 通过这样的一些方法来引导孩子 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啊 同时呢 也让孩子更多的去思考呀 去理解呀 去形成自我的思维 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 作为一个家长啊 你不要去教他标准答案啊 甚至去评价 或者否定孩子的一些 自我理解和分析 因为有时候孩子的这个阅读角度 和我们是非常不一样的 这个时候我们给孩子更多的尊重 是会让孩子觉得 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 体验到了一种很好的自信 得到了一个很大的鼓励 那阅读是有魔力的 它会赋予孩子不同的能量 爱阅读的孩子呢 无论是学习能力呀 还是综合素养呀 都不会差 因为阅读力是一切学科的基础 也是我们的孩子 未来拥有独立思辨力的 这样的一个基础 那怎么样培养孩子的深度阅读力呢 这节课我讲了两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呢 是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 让孩子对阅读有兴趣 那我们在孩子对阅读 产生了兴趣之后呢 就可以通过三部阅读法 和4F理解分析法 来培养孩子的深度阅读能力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课程的全部内容 谢谢你的收看 到这节课为止啊 我们已经学完了 蓝色思考帽对应的 学习竞争力模块的全部的四节课 我们一起学习了 如何帮助孩子提升 知识留存率的 爱宾浩斯记忆法 激发孩子的问题驱动系统 以及康纳尔笔记法 和深度阅读力的培养 好的学习方法呢 能帮助孩子在学习上面 更具有胜任感 也能够提升孩子的学习效率 我们说过拥有胜任感 并且能够在学习当中 获得 心流体验的孩子啊 会更加自主的投入学习 成为一个主动的学习者 下节课呢 我们将进入黑色思考帽 对应的学习抗逆力 模块的学习 有了学习的内屈力 情绪的自控力 习惯的自控力 和学习竞争力之后 我们还要帮孩子建立学习的抗逆力 因为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啊 从来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一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 那么下节课我们学习的是 学习抗逆力模块当中的第一课 逆伤 遇到学习困难的时候 可以怎么办 今天的课后作业呢 也有两个啊 第一个是找到一本孩子将要看的书 尝试着用我们前面介绍过的 这个三部阅读法 跟孩子一起去做以下这些问题的探讨 第一呢 是去跟孩子一起做预测 第二呢 是跟孩子去尝试做信息提取 第三呢 是跟孩子一起去理解 这个故事当中的一些细节 那么第四呢 是跟孩子一起去尝试应用 跟我们的实际生活发生关联 第五呢 是去整合啊 让孩子去做完整的复述和概括 第六呢 是去评价 让孩子去发表他自己的个人看法 那第二个作业呢 是用4F法和孩子一起去理解分析 他特别喜欢的一本书 这四个F是 我读到了什么 我感觉到了什么 我怎么认为 我将来会怎么做 大家可以跟孩子一起来完成这两个小作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